歡迎大家收聽自由亞洲電台的維港外幕 我是林忌 香港第五波的2019冠狀病毒病 又再一次惡化 在1月27日單日確診數字 創下歷史新高紀錄164宗 當然政府會說這個164宗有水份 有很多來自輸入個案 其實比不上最初單一紀錄 大部分是本地感染的個案 意思仍然是未最高 但由於這麼多個案確診 導致連續很多日都是三位數字 令特區政府宣布要將社交距離的限制 就延長到2月17日 對很多人來說 拜年一年一次 很多親朋戚友聚餐聚舊 在這兩年疫症中 已經延遲了很多次 你看到那些高官 很緊急地一定要擺酒 要吃晚餐 於是不擺就好像不安樂 然後就不行 生日就要擺酒 要請二百多人吃飯 所以在這樣的環境之下 大家都應該知道 連高官也有這樣的需要 我們小市民當然也非常需要 我們更加小朋友 更加少見面 更加需要見面 這個時間不讓大家見面 市民就很失望 也有些像外國的情況 人家說放聖誕新年假期 即是新曆新年假期 即是一年一次 很多人就在這些時間 跟朋友和親友聚舊 但很不幸 華人喜歡在農曆新年做 在農曆新年期間 在這麼重要的節日期間 居然這個時候快要來封 其他時間封都沒那麼傷 這個時間封是最傷 所以不要說飲食業界 其他更加生意難做的問題 現在的問題就是普通人 其實打算過放假 也不讓大家見面 吃個飯 吃個餐 即是算怎樣呢 當然是一個非常失望的情況 但這個失望的情況 為什麼會發生呢 意思就是當政府一直以來 要看回一個最基本的問題 其實不是一次半次的 幾次的爆發前 政府都一段時間是非常樂觀 然後經常很多市民都會說 例如之前說是旅遊氣泡 做完這個就可以有這個旅遊氣泡 做完這個全民檢測就搞定了 就不會再爆發了 做完全民檢測就爆第四波 然後搞完這個全民檢測之後 我們打完疫苗就沒事了 打完疫苗 然後大家又可以去旅行 又可以去那裡 打完疫苗之後 再有新的變種病毒 這個就是循環這兩年來 很多人會說其實這些變種 政府都不預有的 不期望它無緣無故會變種 但是你知道這些疫症的問題 其實不是一天半天跟大家說的 所有這些疫症都不斷變種 不斷變種 不斷是冰足拆牙的遊戲 因為一路就是你有新的疫苗 病毒就有新的變種 然後一路要直到某個程度之下才會消散 所以其實在疫情初期 很多人都說這樣搞法是首尾牆的 尤其是在全球爆完之後 有時間搞的 就不要期望這麼快就可以回去旅行 不用旨意的 但是政府一路都是很樂觀的 這個時候很多業界在這裡辛苦 政府等各方面的情況之下 就會問一個問題 你有沒有準備過這個局面 市民會問的時候 不是說要根根計較 或者是要追加 為什麼當初你這麼達官 這麼樂觀地說那些說話 於是市民累積的失望 是影響了你整個政府的公信 意思是你做任何抗疫的時候 看這段時間就知道了 所有傳媒在你手上 所有的那些任何的親政府的人士一面唱好 跟著跟你吵架那些是你自己的保皇黨 去生日會那些人 這是第一問題 第二個問題就是 講維蜂 講什麼科學什麼數據的時候 大家已經去到一個地步 那些人就說什麼什麼 你說什麼 你說風就風 然後其實那種不滿 在林鄭自己去攜衝的時候 應該自己感受得到 那些市民指著來罵 為什麼呢 為什麼會去到這個地步 以及這個政府說很多說話的時候 是沒有人相信的 其實到了這段時間 現在最離譜的關鍵是 連這些所謂的抗疫專家 好像袁國勇那些被人指著 甚至被人恐嚇 當然你說違法的 當然是一個離譜的問題 但是要解釋為什麼會有這種現象 為什麼連科學專家都被人指著來罵 就是因為你的政策 有些東西是真的不科學 也是真的被人踢爆 你是不肯定的 就是你自己的一致性沒有了 你自己大小超 然後你自己的標準 一時一一樣搬來搬去龍門 是不是經常有些時候 打咪的時候 就有些很樂觀的說話 在說可以什麼時候去通關 什麼時候可以做什麼 只要過了一會兒都沒事就沒事了 一說這些說話就死了 每次都是這樣 最近這麼多次 由第二第三四波的時候 幾多次都是很樂觀地 想著沒事的時候就出事了 那你的政府是否要在這些問題上 更加想清楚呢 你想一下現在 去到今時今日的防疫政策 跟你相比起兩年前的時候 那些醫護人員要求你政府做的 全面封關政策 當時林鄭是怎樣說的呢 當時現在是怎樣做呢 比一下現在是怎樣做呢 現在就是做一個等於全面封關的政策 對吧 除了少量的豁免之外 當然還是比起全面兩個字 如果你要去咬文雀字 其實還未去到全面的 不過已經是做到最盡的了 其實一直都是要求這件事情 如果你能夠一開始到這麼盡 就不會爆那麼多了 問題就是你堅持要很多東西放鬆 接著就要市民去告你 為何去問這個問題 接著你政府經常說目標 最初說要打算七成打疫苗而已 現在七成多 我們香港市民已經達到接近八成 這個打疫苗的數字 第一針的數字 這個是特首林鄭月娥 在這個禮拜公佈的全香港打第一針 的接種率已經達到78.6% 你政府最初說要打七成的疫苗的接種率 現在有78.6% 你已經達標了 你政府已經達了標 你當初就說達標 最後發現原來達完標也不夠 一早跟你說達完標也不夠 原因是什麼呢 就是你有起碼幾成人打的是科興的疫苗 那些科興的疫苗事實上就是抗不到 本身就算是打普通的 即是說普通的這個 冠狀病毒病人 疫苗冠狀病毒病的病毒 你都已經只能夠有五成左右的 五成幾六成的一個抗疫的能力 還要半年呢 那些抗疫苗已經跌到低過能夠需要的水平 所以在這樣的環境之下 你現在加上Omicron病毒之下 其實中大廣大在10月份的時候已經做過測試 已經做過了全部的打了疫苗的人士 而是沒有一個人 他做的實驗是幾十個人 沒有一個人的數字是達標 是可以對抗Omicron病毒的 所以第三針 很明顯很清楚地 你是要去保障我們香港的防疫的工作 你要做的一件事就是 你是必須要全部打了復必泰 很多人是很不明白的 譬如你看有些方向的報紙 那些報道說到 其實這是德國和內地合作研究出來的一個疫苗 Biontech 我真的聽完這句話 大家都是瓦了 這個全面是德國製造 政府一方面說 這個全部是德國製造的廠 直接德國製造的 所謂什麼中外合作 一直以來大家都知道 那個合作是什麼呢 是你合作去生產 當你的外國的軟件 或者外國的硬件 技術自己成熟了 要開一些便宜的工廠 搬廠去一些便宜的地方生產的時候 就是這樣開廠 是這樣的合作 問題就是 指紋樓梯響 為什麼呢 因為原本在上海復星買的時候 他們所聲稱很快會在中國大陸 是拿到這個復必泰的批文 上年傳了整年 就說7月份就會有批文 結果現在到2022年1月就快結束了 都仍然未聽到任何的批文 既然是沒有批文 他怎樣生產 生產完給誰呢 你要買Biontech 全世界那麼多Biontech 每個人都問德國買 美國那些就問輝瑞買 全部他們都合作生產 然後你是買了代理權 你是買了大中華代理權 大中華代理權 有少部分是留在台灣 其他的台灣都自己去德國那邊入 所以其實他可以在德國那邊入 你買了代理權 但你最大的市場 13億人的市場 是不能夠使用這個疫苗 在這個情況之下 為什麼 去到這個時候就會問 為什麼你不給用 你不給用不要緊 到最後就是 你這個中不中外合資 還有哪個中外合資 或者怎樣去合制 或者去生產 也完全是沒有了聲器 所以不停地說 就是批了 就是批到現在都沒有批 所以現在的問題就在這 但你不理中國大陸 什麼情況 在香港很需要你馬上去做的是什麼 就是你要推疫苗 通行證 現在就不要經常說 我們需要有90%的接種率 喂大哥 你整個90%的接種率 又是整個數字 又在這裏做什麼 一個數字遊戲 我給你一個100%給你好不好 沒有意義的嘛 不是政府說過數出來 有多少%打了第一針就有用 你是說有效的針嘛 現在這個疫苗護照很好笑的 它不是看你的有效期 不是看你的抗體 總之你打了針就可以了 這個就是用世衛自己經常說的 就是給你一個虛假安全感 你以為打了針是安全 以前打了針是真的有些安全的 因為你是對著原裝病毒的時候 然後說是有五成至九成幾的安全度 當然你打了疫苗就相對是心安 可以和病毒共存 但是加上你Omicron的威脅之下 你打完復必泰 還要打完第三針才是有效 很多時候第二針都要看看你的抗體數字 不知道是否有效 雖然都說是有效 但是只是減重症不能夠防止你感染 也不能夠防止你再感染別人 而回到最後 科興那些根本是沒有效的 雖然在重症方面可能也有些效 但是問題是 始終你仍然會大量造成大爆發 以及醫療危機 當你說為什麼不能夠改防疫政策的時候 政府的說法或者專家的說法 不是啊 現在香港是沒有條件實行與病毒共存的政策 是沒有這個條件的 不用想 為什麼沒有這個條件 問仔細問一些 因為我們醫療資源不夠人家多 因為一個更大的政治原因 政治原因就是 香港要首先和中國大陸通關 而中國大陸本身繼續用這個與世隔絕的策略 所以你要與世隔絕 你就不可能通的 你通了就會走進去 你就會雷街坊 所以就不准 跟世界接軌 但是跟中國不接軌的做法 所以這是一個現實的考慮 在這個環境之下 你要全面禁止病毒有感染 你需要做什麼呢 你能夠做的很簡單 就是你盡量提高接種率之外 還要提供有效接種率 那你政府有沒有做過這個推動有效接種的東西呢 沒有做這件事情 只是在這裏說通關 說那些不等洗的事情 然後到最後就連都沒得過 連連都沒得去拜 大家就會問 其實你的防疫政策 每一次都是萬三拍 是不是可以做好一點呢 這是很簡單的事情 我們不是要求一些額外的 政治上的問題 很簡單的就是 當你既然現在 甚至提供這個疫苗的公司 是一間中國的公司 代理公司的時候 或者你覺得不喜歡它 再找另外一些有效的疫苗 你盡量去找一些有效的疫苗 你看看台灣 你也知道 我都不想說台灣的例子 台灣最初沒有疫苗 四處拗疫苗 都拗到給它回來 然後四處都有人捐完疫苗之後 另外這裡又買得到 那個又買得到 那些傷人全部都買回來 這麼多隻的疫苗 他任它打 什麼都有 所以它有很多選擇 回頭我們香港最初說 找到三隻之後 最後連自己都不要AZ 不要完只剩下兩隻 然後兩隻最後 就發現科興是沒有用的 那問題就在 科興到現在已經去到 全面Omicron為主的病毒的時候 很有趣 政府繼續說到 不是我們用科興去對抗原裝病毒的想法 你現在說的是 除了Omicron之外為主 已經去到Delta在倉鼠的問題上 兩隻變種病毒 都是你科興沒有能力去對抗 那你政府是不是要換疫苗呢 到現在2022年 一年前訂了三隻疫苗 到現在都還用了三隻 最後還有兩隻 到現在都還用了兩隻 那你政府要做的 是不是要換疫苗呢 除了你搞其他事情 作為短線 怎樣去圍堵 怎樣去封 這些東西之外 你如果要長遠地解決這個 或者未來這一年 我不是期望 即是什麼 一年內 你是不是要找新的疫苗回來呢 是不是要盡量去 鼓大家打完mRNA疫苗呢 這麼簡單的事情 其實已經是一年多了 政府是可以做的 也不是一個所謂的政治炸彈 但是根本上應該要去做 跟著現在的疫苗的形勢 是就著疫苗去轉 轉門全部轉世做復必泰 就不要再叫人打一些無效的疫苗 就是這麼簡單的道理 為什麼政府還不做呢